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常泰 在本节我们将学习如何在OmePlan4Met中管理重要路径 首先我们要在工具栏上增加这个按钮叫重要路径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可以在这个显示自定义工具栏中增加这个按钮 增加完之后我们要设置一个项目 设置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有三个群组 每个群组有两个任务和一个里程碑 他们的逻辑关系是完成开始 三个群组所需要的时间是每后一个比前一个增加一天 接下来我们点一下按钮 点一下重要路径 点一下之后我们会发现 最下方群组包括群组中的任务 包括里程碑 包括整个群组上方的大括号 周边都会展示一个红色的边框 红色的边框 这些红色边框范围内的任务和里程碑 包括群组本身 他们都是重要路径 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注意 要重点观察 监控重要路径上的任务 看他们是否能够按期完成 如果他们延期了 整个项目就会延期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操作 我们刚才点击的是重要路径整个的图标 如果我们点击重要路径下面右下角这个小的箭头 可以弹出这个小的菜单 大家注意这个菜单包含了里程碑一 里程碑二 里程碑三和整个项目 默认是选的整个项目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点重要路径 会展示出整个项目的重要路径 接下来我们点击里程碑一和里程碑二 同时取消掉整个项目 我们看一下当点击完之后会发现对于群组一 这两个任务周边也增加了一个蓝边 这个群组二也增加了一个绿边 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看整个项目的重要路径 也可以看某一个里程碑的重要路径 这项功能的好处是便于我们能够快速的看到某个里程碑之内的重要路径 这功能我认为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便捷 此外我们也可以点击检查器 然后切换到第二个这个子图标叫里程碑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控制可以选择 展示这个项目之中所有里程碑和整个项目的重要路径 那这前面会有一个对号 这个选择就可以看到该里程碑相关联的重要路径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该里程碑所对应的重要路径的描边颜色进行修改 方法的很简单 先点击比如这个里程碑2点击之后 右下角会出现一个色块 然后点击这个色块出现调色板 选择某一个颜色啊 比如呢这个群组2啊 这个里程碑2所关联的重要路径 原本颜色呢这个是偏黄的啊 我们为了对比更加明显啊 选择一个绿色更改之后呢 看到这个重要路径的这个描边呢 就变成了绿色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里程碑啊 属性对下方的这个重要路径的宽延限制 那系统呢默认是写的0小时啊 我们改一下这个数字啊 比如先改为4小时 那这时候呢发现整个的这个项目的重要路径呢 这个并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再改一下这个时间啊 改成8小时 我们这里呢设定的系统的工作日啊 每天是8小时 这个8小时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工作日 我们看一下 当设置为8小时回车啊 系统把它变为一天 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群组2啊 群组2呢也被这个描边 也显示成了重要路径 那这个宽延限制一天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想识别出来 除了之前已经识别的这个重要路径 有哪些路径 如果啊万一呢 这个延期了一天延期了一天 会成为项目中新的重要路径啊 含义呢就是可能会导致整个项目延期啊 我们设置了这个当前的宽延限制是一天 假如啊这个任务呢 延期了一天零一小时 那么这个项目呢就要延期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修改这个参数啊 把这个参数呢 从一天修改为两天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修改完之后呢 我们发现群组1啊也成为了重要路径啊 也被描红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群组1啊 和整个项目这个最终完成时间的这个间隔呢 也就是两天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设置了重要路径的这个宽延限制是两天 那群组1呢也成为了重要路径 那这个重要路径的宽延限制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在项目管理过程之中啊不仅仅要去这个 识别出啊当前的重要路径 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定的时间间隔啊 比如说我想看一看哪些任务啊或者哪些这个群组如果延期了7天 会导致项目这个整体的延期啊 可以通过设置这个参数呢 这个管理一些这个次要的一些路径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里程碑中啊 参数之中考虑资源可用性啊 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啊 那我们当前呢设置一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的有三个任务啊 任务一任务二任务三任务一和任务二的这个 逻辑关系呢是完成开始啊 任务三呢这个和之前的任务呢 没有逻辑关系啊 但时间上的是每个任务一天啊 接下来呢我们设置这个两个资源 呃任务一呢分配给资源一啊 任务二呢是分配给资源二和资源一 任务三呢是分配给资源一啊设置这样一个场景 设置完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 这个考虑资源可用性啊 啊这个勾啊打勾 打勾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啊 大家往上看一下原来 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重要路径呢 只是任务三啊 因为它在最右侧 它延期一分钟就会导致整个项目延期一分钟 那接下来当我们设置了考虑资源可用性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任务一啊和任务二呢 也成为了重要路径 那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考虑资源可用性的啊 在之前呢我们设置考虑资源可用性之前呢 只有任务三啊是项目的状路径啊 这个任务一和任务二呢 这个和任务三没有必然的这个关联关系啊 即使这个任务二啊 假设任务二延期了半天 我们看到假设延期半天 对整个项目呢也没有进度上的影响 那当我们设置了考虑资源可用性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问题呢就多了一些啊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系统呢会把这个任务一任务二呢 也设置为重要路径 那我认为啊可以这样理解 考虑资源可用性之后呢 我们看到每一个任务呢都有资源一参加 我们假设啊 假设资源一呢在这个任务一执行的这个第一天啊 这个上午呢由于这个突然有事啊 没有参加项目啊 导致了这个任务一上午没有正常启动啊 那这个时候呢从资源一啊自身的工作角度来讲 他所需要完成的每个任务呢都会向后推迟半天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考虑资源的可用性 那设置了考虑资源可用性啊 可以帮我们识别出来某些资源可能连续参与项目的这个很多任务啊 如果他在某一个时间段这个不能参与项目啊 可能会对整个项目造成进度上的影响 那这个功能呢我认为是十分有价值的 那以上的这些重要路径的这些功能啊和参数啊 他们的重点呢是帮我们识别出来哪些路径哪些任务呢 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可能会对整个项目啊造成进度上影响 所以呢我们重点是要根据这个系统中识别出来的这个重要路径 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具体的措施有哪些呢 比如包括增加资源的投入啊 减少这个参与项目资源的复合 也包括呢改变一些活动之间的逻辑关系 减少重要路径的数量 好 那么在学习完以上知识之后呢 我们发现在欧美plan之中的这个重要路径啊 它不仅仅是关键路径 它还结合了很多关键链的理念和思想 那么在欧美plan之中呢 我们除了可以用这个考虑资源可用性啊 以及考虑重要路径的关键限制来识别重要路径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关键链中的这个接驳缓冲和项目缓冲 那使用接驳缓冲和项目缓冲的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呢要识别出项目中的关键路径啊 比如在当前项目中 CDEF啊是项目的关键路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在项目中的关键路径最后一个活动啊 比如活动F的后面加一个任务啊 叫做项目缓冲 然后呢 活动F和项目缓冲的这个逻辑关系呢 是完成开始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项目整理的情况设置一下项目缓冲这个任务的时间啊 比如说整个项目的跨度周期呢是半年 我可能会设置项目缓冲的时间呢 是半个月 假如说整个项目的这个时间呢是五天 我可能会设置项目缓冲呢是一天或者两天 那我个人的习惯呢是拿出项目原计划时间的20%或者30呢作为项目的缓冲 那具体项目缓冲设置的时间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项目的情况啊 以及个人的经验来设定 好接下来我们看如何设置接驳缓冲啊 这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呢要识别出整个项目的这个关键路径 识别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哪些任务会和关键路径向连接 但是呢这些任务呢并不在关键路径上啊 比如我们这里找到活动B和活动J 他们是这个和关键路径向连接的任务 但是呢他们本身不在关键路径上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活动B后面设置一个任务啊 在欧美Plan里呢就设置一个任务 比如叫做接驳缓冲1 在这里呢设置一个接驳缓冲2啊 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下这两个任务的时间 比如这个我们设置接驳缓冲1的这个时间呢是耗时一天啊 接驳缓冲2呢也是耗时一天 然后呢把他们做到整个的项目计划之中 当然了这个接驳缓冲也可以分配给某一个人啊 来作为这个接驳缓冲的负责人 他呢就要负责啊确认活动B是否能够达到这个项目的要求 是否能够这个顺利的啊对接到下一个活动啊 那这里呢就是活动F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本节 所需要做的操作练习 那第一个呢就是参考事例啊创建一个示范的项目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啊三个群组的项目 第二呢就是点击重要路径按钮啊看一看 重要路径第三个呢就是选择不同的里程碑 查看点击不同里程碑之后啊重要路径的展示 第四个呢就是在检查器里程碑中啊选择里程碑观察这个界面的变化 那第五呢就是更改里程碑啊这个描边的颜色 那第六个练习呢就是设置重要路径啊不同的宽研限制的参数 查看关键路径 第七个呢再创建一个示范项目 然后呢进行考虑资源可用性的练习 那其实呢在刚才的这个幻动片中呢已经给大家逐次啊展示了这些练习 如果大家在刚才的这个视频中呢已经能够掌握这支点了 那可以跳过后面的内容 如果呢你想在这个详细的看一下操作啊可以再看一下后面的视频 当我们创建好演示项目之后呢找一下这个重要路径按钮 如果没有呢我们可以找到显示啊找到自定工具栏 然后呢把重要路径按钮呢拖上去啊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啊大家注意最初点的是点这个中间区域啊 点完之后呢我们看到已经识别出了该项目的重要路径 接下来呢我们点击一下重要路径右下角的这个小箭头啊 点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设置某些里程碑啊 或者是所有里程碑和整个项目的重要路径的显示 比如呢我想同时显示整个项目啊以及这个里程碑1的重要路径啊 点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群组1啊里程碑1啊也展示了重要路径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取消整个项目重要路径的显示啊点一下取消掉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只显示了里程碑1的重要路径 那我相信大家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到这个右下角的小箭头啊真是不容易找到 有时候点的到有时候点不到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检查器啊 比如点击检查器找到第二个小图标啊就是里程碑1 我们看到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点击展示某个里程碑的重要路径或者是整个项目的 那这个点击呢就很方便 比如我们展示这个里程碑2和里程碑3的重要路径啊大家看到就非常的方便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为了展示的这个重要路径更加突出啊改变重要路径这个周边描边的颜色啊 比如对于里程碑2周边这个描边呢是亮绿色啊我们可以改一下 比如呢我们做个测试吧比如改成这个黑色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苗边呢就变成黑色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重要路径的宽延限制啊那在做这个联系之前呢我们先把里程碑的这个重要路径呢取消掉啊选择整个项目 那这个时候呢展示了整个项目的重要路径接下来呢我们修改这个重要路径宽延限制的时间 比如我先修改4小时啊然后回车啊发现重要路径的没有发生变化 比如呢这时候我改为7.5小时啊也没有发生变化 这时候呢我改为8.5小时啊大家看到不仅仅是这个下面的这个路径展示了啊成为重要路径上面的这条路径呢也成为了重要路径 那比如呢我改成1.5天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这两条重要路径我把时间呢改成这个两天 这是我们看到上面呢又增加了一条重要路径因为这个第一个群组最后一个任务啊它距离整个项目完成时间呢是两天 所以呢当我们设置重要路径的宽延限制是两天的时候呢啊又增加了一条重要路径 接下来呢我们参照当前的试图呢创建一个项目啊大家注意任务一和任务二的逻辑关系呢是完成开始啊任务二和任务三呢没有逻辑关系 同时呢任务二的投入啊我们讲投入是两天但它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呢是一天 因为这个任务二呢由资源一和资源二呢共同参与此外呢资源一还参与了任务一和任务三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找到检查器啊找到这个里程碑然后呢展示整个项目的重要路径我们看到任务三呢是整个项目的重要路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点击一下考虑资源可用性啊点击一下考虑资源可用性啊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任务一和任务二啊以及任务三呢都是重要路径 那这个道理呢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解过啊就是在考虑资源可用性的情况下啊 假设资源一在这个项目的第一天啊没有这个按时完成任务啊或者是第一天上午他请了假那导致了这个任务一向后延期 那也会导致整个项目向后延期因为呢资源一不仅参与了这个任务一任务二啊也参与了任务三 那对于这个资源来讲他的某一项工作延期了半天那他所有的工作呢都要向后推延所以呢整个项目呢就要延期 还有一个非常简便直观的方法啊就是我们到这个资源试图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资源一呢要完成任务一任务二任务三 假如说呢资源一啊在开始任务一的时候呢延迟了啊延迟开始或者延迟完成了 那必然会导致任务二和任务三呢也要向后延期 对于整个项目来讲呢这个以上呢都是重要路径 那在这里呢我们做个小的测试啊比如这个任务一我们向后这个挪动啊 挪动这个大概是半天我们看一下啊那这时候呢任务二任务三呢都向后挪动了 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呢为什么我挪动了任务一啊这个任务二挪动了 但是任务三没有挪动这个是因为你没有选择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菜单中有个自动分析资源 自动分析资源什么含义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一个资源在同一时间段内 只能做一个任务这叫自动分析资源如果我们勾选了代表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啊 我没 plan 这个软件不允许在同一时期内分配给一个资源两个任务啊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勾去掉啊我们测试一下那我呢再向右侧挪动任务一啊 这是我们看到任务二挪动了任务三呢没有挪动好我们撤销刚才的操作啊 恢复这个最初的这个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另外一个测试啊 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选择了这个啊考虑资源可用性之后呢啊整个重要路径呢包括了三个任务 那对我们来说呢管理起这个项目呢非常的不容易那怎么办呢 那在这里呢我们更改一下这个任务分配的资源比如第一个任务啊我们取消掉资源一啊 然后呢分配给资源三啊资源三之前没有使用过然后呢这个任务二呢也去掉资源一啊 改为这个由资源二和资源三完成 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啊这个重要路径的这个标识呢就不在啊任务一和任务二上出现了 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啊我们第一种方式就是资源一参与了这个所有的任务啊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前两个任务呢是由资源二资源三参与的第三个任务呢是由资源一参与的 那从这个分配的方法来看当我们调整了这个任务的分配方法整个项目管理的难度呢就降低了 当然了我们也注意到整个项目整体的时间的这个投入啊我这里讲的是时间的投入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 一共呢就是这个四个工作日的工作量啊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整呢项目的风险降低了啊项目更可能会按时完成 那在这个案例之中呢最后我们切换到资源试图看一下啊这一看到每个资源所完成的任务呢还是分配比较平均的啊相比较资源三需要完成两个任务啊但是整体来说是比较平均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重要路径的图标大家注意到在任务试图点击了重要路径啊但是在这个资源试图呢并没有展示啊也需要单独的点击一下那这时候呢看到了任务三是重要路径 那我们再做一个测试啊首先呢这个要设置自动分极资源 然后呢这个任务一啊假设向后延期了半天我们看到那虽然任务二呢向后延期了啊但是这个任务三呢并没有受到影响 整个项目呢还是按时完成 那以上的这些知识点呢大家可能在国内的项目管理书籍啊以及这个欧美普兰啊官方的帮助文件啊哪怕是英文的帮助文件 其实都找不到对应的知识点那这些知识点呢是我花了啊很长时间去这个学习啊去尝试那最后得出的这些方法 那当你掌握了以上方法啊并且知道如何在欧美普兰中实现啊那我相信你对于项目进度管理的能力啊那要高于很多其他的项目经历 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学习本级的知识啊多实践本级的知识能够帮助你管理好项目好我们下节再见